虽然水蜜已经开启,但是猫还是要说水蜜月依然有些星座,可以躲过水蜜危机,人品爆棚。 处女座 处女座们也是一样的之前的努力总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回报出现,甚至一部分处女座正处于一个放弃还是坚持的两难之中。 但是好在水蜜的开始会让你们的重新来起斗志,并且会在事业上收获到一些新的机会和机遇。 这对于处女座们来说就像是因祸得福。 天蝎座 天蝎座们刚刚告别了木星却迎来了水蜜,紧接着金星也会进入你们的星座。 其实这对于你们的影响还是蛮大的,因此本次水蜜出现的时候,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担忧。 所以在处事上面会更加的小心,不过就是因为你们的信心,可能会有在事业上收获一些惊喜,并且会有很好的投资欲出现。 金牛座,虽说金牛把利益看得很重,但是金牛是绝对不会做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。 而且加上金牛在各方面,不管是看人还是看物,眼光都还算独到,一路上金牛也算顺风顺水。 最让人惊讶的是,就算是金牛不努力,他们也能遇上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 金钱来情商收获,水瓶座,水瓶真的是很好的表达了什么叫做少人有少福。 水瓶座是在不经意间就能收获好瓶,可能当下水瓶都不知道自己刚刚做了什么。 这人品简直是让人嫉妒,可以说是想什么来什么。 人品爆棚也不过如此了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